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 今天依然是我跟Burn老师 我们两个人给大家直播 终于把沃尔老师从马上给拉下来了 这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老师昨天去了一趟海边 我老师也是工作 然后去之后 结果因为准备去那儿怎么回事 所以海岸口也没有特意的盯 结果今天他重仓持的比特币板块的概念的股票 这个集体重挫 然后我们站在原地等了 沃尔老师跑得很远 我们就觉得我也坏了 沃尔老师跑太远了 结果沃尔老师一会儿又跑回来了 我坏了 我们又聚在了一起 非常有稀奇性 沃尔老师前面USY的仓位 把他以前USY的损失全都转回来 而且也一下把账户做上了一个台阶 比特币这个也是做上两个台阶 30%将近 然后我们都是远远的一看 已经落下两站地那种感觉似的 结果今天沃尔老师跑过来了 我来接你们 我们非常欣慰 看来我们在炒股票的过程当中 在持有某一个概念的股票的时候 尽量还是要分仓 尤其是波动性比较大的这种概念的股票 所以说我们欲叫欲乐 然后大伙说着笑着 但是把重要的这些需要注意的东西 第一个是仓位的比例问题 第二个 那你这个仓位的话呢 持有某一个类别的股票 你就说我是分了五仓 但是我这五仓呢 去了Facebook 就是A号 就是亚马逊 全都是科技的这些东西 对它这个分仓的意义就不是特别大了 所以说呢 一旦有整个板块的一个风吹草动 你就这个账户上 可能就会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缩水过程 所以说呢 这也是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吧 那波动老师呢 接着给咱们分享一下今天的盘面吧 ChineseFM.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 美股网红直播达人 的分析师Brand 那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的整体走势 今天早盘的时候 美国公布了一个数据 就是7月份的零售数据 这个零售数据啊 是意外的大幅度的好于预期 上涨了0.6% 是创下了最近的7个月以来最大的一个涨幅 随后呢 又公布了6月份的商业库存环比 上涨了0.5% 也是高于预期 而之后8月份的这个NHFB 房产市场指数 达到了68 也是高于前期的值 是创下了三个月以来的新高 所以今天早盘发布的所有的这些数据来看呢 经济数据都是一个推注市场的一个利好的迹象 才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呢 今天都是一个高开 继续高开的一个走势 但是高开以后呢 市场没能守住 还是呈现了一个向下滑落 但是后来又涨涨跌跌啊 整个到最后今天收盘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市场给我们回馈的信息是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状态 那标普和纳斯达克呢 轻微的有一点点下跌 而道琼斯略微有点上涨 其实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状态 但是大家要注意点 这样子的横盘整理呢 是建立在市场没有恐慌的情况下 上个周我们都知道 美股经历了一个黑色的星期四 然后出现了一个暴跌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朝鲜的问题 朝鲜和美国不断有嘴上的一个摩擦在产生 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朝鲜方面是通过国家电视台 向全世界播报说是 不要去打美国的关岛基地了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中国要去进口 从朝鲜进口这些煤炭等等的 所以说这制裁呢明显是有效果的 基于这样的情况来看 市场对于打仗战争边缘政治的 这个危机感已经有所下滑 这也是我们看到今天VIX指数 恐慌性的指数再度向下走弱的一个直观体现 所以说美股大盘 今天一个横盘震荡的整理呢 是在为昨天的一个大幅度的上涨 进行一个消化的一个作用 接下来呢整个的美国股市 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市场 会有一个继续震荡的一个行情 不会出现大幅度在拉高 在走新高那么猛烈的一个行情 可能会倾向于稍微稳定 毕竟2017年上半年 美股的涨势实在是太过于的惊人了 剩下的就是个股行情 今天呢市场当中亚马逊宣布 早前以137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whole food这家超市 现在呢亚马逊表示将会通过发债 给这笔钱呢凑够一个足够的资金 亚马逊是计划发行160亿美元的一个债券 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司发债 会对公司的股价造成影响 可是呢大家对于亚马逊去收购线下食品 去构建整个零售帝国的一个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因此呢亚马逊今天的走势还是非常坚挺 昨晚盘后各个对冲基金的大佬们都公布了自己最新的这些持仓比例 那巴菲特卖掉了通用电器整个的仓位 这个是对今天通用电器造成了打压 从大佬们的持仓当中有一点非常乐观 就是几乎所有的大佬们都在第二季度增持了阿里巴巴和京东的股票 所以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和京东的股票呢 在今年尤其是第二季度 第一季度涨幅是特别的猛烈的 这个和大佬们的持仓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但是阿里巴巴的要注意一下 在星期四盘前呢将会公布业绩 这个是对市场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现在的这个市场在高位呢会有一种震荡的行情 接下来呢我们应该多多去专注于个股的行情 就是在震荡的大盘当中总归有上涨的股票 我们应该好好地去选择这样上涨的股票 那么如何去选择这种股票呢 我们在本周 本周日西尔顿广场圣盖 圣盖博西尔顿酒店里面 将会举办一场中文投资网美股网红达人见面会 时间是一点半的时间 这个周星期日 8月20号在 西尔顿广场西尔顿酒店之内 二楼呢一点半的时候 我们将会举办美股网红直播达人见面会 这个呢会在现场告诉大家 该如何去选择一些好的股票 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直接和分析师们见面 然后去聊一聊行情 谈一谈股票 寻找下一个投资标的 好的投资机会 让账户大幅度积累资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见面机会 现场呢会有多位的美股网红直播分析师去给大家去讲解 接下来自己看好的行业趋势啊板块啊 以及非常成功的操作案例 希望大家呢抓住这次机会 好以上是今天的美股收盘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那我们就直接切到正轨了 刚才录音里头行情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我的收盘 我已经讲的比较细了 更多的是这个周三的 周星期天晚上的这个美股网红达人直播见面会 美股网红直播达人见面会 对下午 下午 一点半 对对 一晚上 晚上那怕手膜的事 星期天下午在西尔顿广场洛杉矶的朋友啊 可以就直接来就好了 很方便 星期天下午 1点30西尔顿酒店二楼Santa Barbara房间 这个Jason老师在房间里面等大家 是 然后见面会之后 这个 你那个还不是见面会 你那个是 那是热身 对 你那个是热身 然后后头还有个见面会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细节是怎么样的 反正那个1点半那个 大家可以去 那个时候呢 会有Jason老师主讲 波隆老师主讲 然后Jason老师 好像也次主讲 完了以后 主要讲一讲 谈好行情 谈一谈 这是一个反正和分 这个直播网红见面的一个机会 刚才Jason老师说 沃尔老师跑回来了 来接我 往后来接我 对 刚才呢 他今天没来做节目 但是刚才在那边和我们反省了一下 是 就是买的仓位 买的太多了 买了一个比特币 还又买了一个比特币 就跟刚才Jason老师说 买了亚马逊又有苹果 怎么断气发糟的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今天呢 我把我的账户仓位了结了很多 我了结了两个仓位 一个呢 是SQ 这个是 这个Square 我把这个买了 买完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股票就动的有点累啊 对对对对 有点累 交流没有那儿深 之前是盈利的 但是我没有卖 但是我也没有亏损 我就亏了好像是我们一万块钱的实盘 我这张价好像亏了 我记不清了 不得那三十块钱好像还多少呢 亏了一点点一点点 然后呢 那我获利了结了一个仓位是CNC CNC这个仓位是在底部 正好这个支撑这个地方反弹 我今天走盘的时候 我觉得 因为之前是阴线 往下走的时候 我觉得都不太好看 结果我卖了以后 就开始啪啪一下就拉上来了 算了 这个就不去计较了 总共也没多少股 那CNC是盈利的 SQ是流于亏损 整体算下来还是盈利的 但是我算了一下 这么个玩法的话 就根本就是资金的 像大幅度的增值啊 太累了 对 我现在的账户盈利是不到9% 因为今天这两个 稍微有一点 SQ有点向下 那我就在想 我之所以能赚这么多 还不是因为UXY 还是因为那一瞬间 UXY拿下的这个时间 所以想要资金累积 还真的是三倍带杠杆的 这种东西 就是瞄准了 分人分人 因为你像你可以有这种FCX 还有这两天底部的股票 他们可以往大了走 我就来不了这样的股票 因为这样的股票动起来太快了 动不是快 动起来有点猛 我受不了动起来猛的这种股票 我比较喜欢 那UXY另当别说了 那是另一种 那也很高猛 对那是另一种方法 我可能受不了中等级的 我只能说底下的和高级的 所以我在考虑 我今天把仓给基本上慢慢的了结一下 我留了一个好股票 我觉得那是一个好股票 然后还留了一个直接和S 和这个 VIX指数相关性的一个股票 留了这两个 我慢慢的可能还会减 我刚才和Jason老师说 我之所以能从第一个周的第一名 百分之六的那个涨幅 哈哈一下 掉到第三名第四名 就是因为那天大盘呢 有一个调控缺口上涨 从这个日线上看一下 好像7月5号 7月3号5号6号就这块 市场呢 本身有一个回调的性质存在 突然这一天 一个调控缺口上去 然后连续涨了几天 我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买UXY 买SQQQ 对 因为也是赚钱了 开始可以挥霍 就这样去不断的买 结果大盘就这样一路的走高 较比市场真正的下跌呢 后来到这一天下跌都可以 我是一两个周光 反正做的太早了 那这一次我吸取经验了 也是一个调控缺口 我就尽量的不先去走做空 然后因为按照我的想法 这个缺口很容易回谷 我一般都会去提前去做空这个市场 这次我就等一等吧 我先暂时的减减仓 然后一旦回调下来的时候 还是可以逢低介入 到时候再看 其实你看你在这个位置上 7月6号那么这个位置上 你也是因为UXY 当时占户了一个缩水 但是在这次的时候 你同样是因为UXY 然后占户就打下来了 所以说成也销和卖败也销和 这一点的话就是实际问题 就是实际问题 还是我的感觉就是股票市场当中 没有坏股票好股票 在我眼里 当然你说长期投资 NVDA如何如何的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如果单纯中炒作的角度 说没有好股和坏股市场 同样的UXY 你的账户那天因为他 但是因为这颗线的话 他直接就起来了 所以说就是赚钱的目标和实际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成也UXY 除了UXY还有个败给缺口 我有缺口的情节 然后这一天因为有一个缺口 就让我感觉走得太猛了 所以我就老是觉得缺口会回补 到今天缺口都没有回补 所以今天也留下一个缺口 我就老实点 暂时先别弄先没有用的 想要8% 以我的那种操作方法来看 8%再想亏下去 到5%真的有点困难 但是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看看要怎么样去积累积攒资金 今天Jayson老师又回到第一名了 你第一了 可能是吧 我刚才说了 又回到10%了 然后温润老师现在是第二 我俩好像差不太多 差的不多 大盘再涨一天 我就能超过温润老师 但是Jayson老师有点费劲 因为我看他这两个股票 有点猛 有点猛 其中有一个股票我也挺喜欢的 那确实有点猛 今天你这俩都涨了 对 今天就涨了 盘后还挂单了一只股票 对 我是跟我们会员聊天 说 然后有两三个会员问这个股票 然后我就看 我这股票不错 我这股票抽风股 跟DR8S差不多 结果在临收盘临收盘的一分钟 然后我说 我说这股票今天尾盘放量了 我说这苗头不太对 然后我就挂单 挂单这代码我还没记住 然后又回到外面去找代码 找代码再回去 结果盘签也没买成 结果盘后买 这个股票今天涨了30% 对 30多 你觉得明天能涨多少 明天我觉得差不多能double double 差不多能买 你是买了有400块钱吗 200块钱 200块钱 这种股票赌的兴致 这个股票今天在我早晨 最早直播的时候 我们有会员朋友问过 当时问我的时候 这个股票还是涨了百分之十几 就是到问你这块 又涨了百分之十几 我当时问我的时候 我说这个股票看都不看 干脆 所以我不能做这种股票 因为这种股票 长期维持在底部 我怕突然冒一下 即便再涨一天 也就是差不多一两天就这个样了 对 我就玩这一两天 这种股票我就不行 我就来不了这样的 这就是每个老师操作风格上的 因为那股票一会儿你回去看一看 他前面说做一个大平台 他在今天涨 昨天和前天 昨天和前天 做平台做了做了 楼下去 然后楼下去在底下挂一个星 然后今天就怕阳线上 他如果不露那一下 你就觉得这股票就像你说 看人不看 但是正因为他露那一下 就说明这个资金准备往上窜了 就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我一看今天尾盘 这个价钱没有回落的意思 而且还在放量 我说这票行了 有机会了 看看吧 这短场一两天 这个代号先保密 大家在VIP当中 在去问 今天很多朋友来晚了 这个盘前没赶上 但是盘后还可以下载 看直播富豪的时候 现在下也不晚 还没出盘呢 盘后现在盘后也涨了 我可以出局了 然后涨了一点点 往上推了一点点 总体感觉这股票的可能有点意思 行 然后我们明天再回报战绩 对 但是仓位我比较轻 我就是两百股 不知道是扔到里面看 全亏了2% 所以我就能够承受的范围 是 也看也不可能全亏 怎么也能上个 撒瓜压扎 现在盘后7指重新开盘了 7指现在有这么一点点要跌的迹象 这个是纳斯阿克的期货走势图 它和纳斯阿克的走势图 不是那么的雷同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在这个地方 短线上画了一个 这个向下的阻力 你说它有没有可能 今天正好是到阻力 向下回落了 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向上突破这个阻力 纳斯达克科技股 我觉得 可能稍显得有点费力吧 稍显得有点费力 因为 科技股的话呢 咱们昨天看什么 巴菲特索罗斯 好像捡了不少东西 当然呢 他们也加了 也加苹果这类的片 他也加了 阿里巴巴这类片也加了 但是呢 总体上感觉呢 这个板块的内部的分化 现在也 好像越往前走 那掉队的越多那种感觉 你有这种感觉 原来好像大伙 所有的只要是跟科技沾边 都一块 但是现在呢 越走越走 越往上走 好像掉队的越来越多 最后剩的 现在可以提及的 我看就那几个 什么什么Tesla 苹果 亚马逊 反正 奈飞 反正就那几个股票 剩下的就 就没有了 所以我总体感觉 我还是愿意 以标普为标的 它也好像 更普遍性 更好一点 昨天大佬们 这个把基金 爆出来之后呢 阿里巴巴和京东 我刚才在 那个电台里说了 阿里巴巴和京东 都是一个 增持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看到 好多的基金公司 都减持了Facebook 这点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呢 今天对Facebook的股票 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然后呢 巴菲特继续减持IBM 这IBM又不行了 让巴菲特弄的 对 这连续性的抛售 这几个下跌当中 都有巴菲特的事情 还有其他很多大佬们呢 也在减仓IBM IBM已经破位了 这个大的日线形态上 已经向下破位了 我对于IBM呢 我之前一直在说这个股票 我还是 这是一个头肩顶 这是一个相当大型的 一个头肩顶 然后向下略微 有点点跌破 看看是不是假跌破吧 再往下漏一点的话 那就是真的跌破了 所以到IBM呢 我还是感觉不错 还是感觉不错 它的问题在于 它的云服务 反正是基本面 云服务 没有抓住 这一波市场的行情 反正有点问题 尤其你看 它的标普之间的 这是标普吧 它跟标普之间 从这个位置上看 其他的科技工 还是在这个位置上表演 一直在这个位置上表演 但是它从这开始 就将和日下 所以说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 最起码跟指数之间 如果普涨的话 那么也应该维持在这个角度线 现在基本上就是出现了一个开口的状态 背离的状态 所以说朋友可能就是 要不然就是从市场上有人抛售 巴菲特他们都抛售 另外从公司的基本面上可能出现了一些 不为这些大佬基金看好的一些根源吧 今天金融板块是领涨的 因为巴菲特呢 投资了一家信用卡公司 这个代号我还一瞬间 我还有点想不起来 他这个这家公司呢 是给像沃尔玛 然后什么Home Depot的这些公司里面 他们也会发放自己信用卡 他们可以有个合作关系 这是巴菲特大举的投入这种信用卡公司 所以巴菲特你看 他有美国银行 他有Wells Fargo 然后呢他还有高盛 现在又投资了一家新的金融公司 整个拉动了金融板块 那么他像巴菲特这种大佬们 这对于金融板块 还说明还是非常看好的 那金融板块的一个稳定 就是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基石 所以呢我觉得经济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 我感觉还是问题不大 你看这个房价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消费者的水平 包括我们昨天说的汽车的销售 豪华汽车的销售 股市的上涨 其实它看起来的话 也许会有经济泡沫 那只是在增大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被戳破 但是这个过程会放大 它会把现在作为一个平台 再继续往上走高 达到很疯狂的时候再去破掉 所以我觉得美股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行了今天我表态结束 我无话可说 你不要忘了让你账户成功的是UVXY 对我还要提醒一下 UVXY呢没什么兴 我们从4小时图向上看一下 4小时图 曾经UVXY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 有过一次 突涨 涨上到200小时均线的状态 向下就回调 然后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 开始顺着它的地方 横横横横横横 多次碰触 这一次不排除 也是向上破掉200小时的线 然后向下 看看我画了两个阴影的地方 要不要再向上反弹 去碰这个200小时的线 碰的话也就是这样 来回的去顶住一下 因为看这个UVXY的名字 它叫做Short Term Future 首先它是一个期货 它是 而且是一个短期的期货 就像期权一样 期权快到期的时候 它的价值会逐渐的 这个价值会变成零 时间价值会成零 那UVXY一样 它也会慢慢的 就是有一个长期归零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就要不断的Roll Over 不断的并股等等的 这个是属性的问题 没有办法 也许短线会波动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包括今天UVXY都有很多日内操作的机会 大家可以去珍惜日内操作的机会 但是像我想我感觉这种 像前两天这种爬暴涨百分二十几的行情 近期是很难预见的 你还不做UVXY吗 这一波不做 你还不做 我想做的是那种日间能搭配的那种交易机会 可能努力吧 按照这种我估计大后年吧 这两年我先这会儿交 我先不做 行咱基本上就是这些吧 然后其他的原油也调整 黄金也调整 美元好像有点反弹 朝鲜好像中国一出面也没事了 现在好像唯一这两天 我又一听 就是那叫哪个州 附近年 白人至上的游行 然后量了 结果最后还是两拨白人打起来了 有的人就说不能够搞这个 有的人就说要搞 要那什么 结果两拨打起来 打起来之后 那总统的态度就比较引人关注 结果总统在表态的过程当中 可能第一可能有一些迟缓 就是没有立即出来表态 说我们不许怎么怎么回事 没有这个 所以他由于他的这种暧昧的态度 他商业委员会的唯一的一个黑人就辞职了 辞职了 我们不跟你玩了 所以说 狭隘的民族主义 狭隘的这种地缘主义 我个人感觉对针对于咱们药本 我希望药本的这药怎么怎么着 针对于这个来说 我觉得还是有点没处 还有点没处 所以我觉得还是 你要是就像美国说 我们药研发的比较多 非洲的可能比较少 粮食比较少 我们给非洲一些东西 非洲可能有些物资资源不错 那我们拿过来用一些东西 这样大家能够达到小星球的一个一种家庭气氛 我觉得是这样 这样比较好一些 非得说不行 这家就得我做主 你们都不许 连生都不许出 有屁也得忍着 我个人感觉没意思 这跟当时当初希特勒就说 我们这个热门民族如何如何 全世界怎么怎么着 全是垃圾 尤其是犹太 如果说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意思 这种的话 如果越走越远 我觉得还最终可能还会背上那种历史的骂名 所以即便你是一个战略 那希特勒我的奋斗那边说 你如果从看的话 可能会非常热血飞腾 非常热血飞腾 在中国被定为禁术 但是他从战争的角度 他可能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战略战术等等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上就没意思 所以说呢 也希望咱们这个白宫某些人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既能看到节目又能懂中文 又有一颗和平的爱心 连我们这么小草民都有这种想法 对吧 这些大佬们是不是也能够发出一些正义之声 瞎说 郭姐瞎说 这个生灵图探谁都不愿意看到 这个电视剧 那时候咱看的电视剧 什么大名 什么大个时候谁看着 太乱了 我是90后 你们没经历过 那个奥斯维新 我也没经历过 行 咱们这个闲话少叙了 这个就瞎说 姑且瞎说 大家姑且瞎听 咱们这个还是把能力赚 放到赚钱上 是不是 咱要是也赚那么多钱 没准咱也能去竞选 这个 那个副女主任 行 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